近日薛之谦情感风波已经闹得满城风雨 几日下来依然不见有平息的趋势 本来就是一件难以辨别真假的事情 发展短短几天已经牵扯到多位艺人 随着霍建华 唐燕等躺枪 王思聪也参战了 就在昨晚薛之谦的前员工也站出来了 力挺薛之谦 说他对员工很好 并怼了林宇童对经营商一点也不懂 还经常不在单位 这次纯属个人的炒作行为 紧接着 滴滴沙漏作为李宇童闺蜜也站出来 发文进行了反击 之前薛之谦是背着自己和李宇童搞暧昧 据说还有发私信的事情 看来老薛的泡妞技术也真是厉害 如果滴滴沙漏说的属实 薛之谦将成为娱乐圈的渣男一枚 成为各路女星要小心的对象 当然薛之谦也有好友团 可让人疑惑的是 他的好友团目前还没有人站出来为他说话 结果胡彦斌在中间插了一杠 胡彦斌的加入不知道是在支持老薛还是在挖苦 可就在昨天9月17日下午 王思聪加入了战团 一上来就火药味十足 怒对李宇童闺蜜 小薛没文化 语言表达能力差 似乎要力挺薛之谦 结果人家根本没有给他面子 回来一句 只上过幼儿园 也知道不说假话 结果是王思聪又一次被打脸了 上千围观群众纷纷表示看懂了 只有王思聪看不懂 都开始怀疑王思聪的理解能力了 网友称 王思聪管得真宽 你发好耿直 王思聪真的是双标界的典范了 给大家看